董事長你說我悲觀 其實木華比我更悲觀 那你自己怎麼看說 美國未來的情形 我覺得我們什麼事情 都不要用那個極端的講法 包括像我剛才講的 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其實我大部分都同意 梁院長的講法 第一 他的整個客服 是說第二季會起來 對不對 他是第二季的復甦 是比第一季 這跟經濟部長說 春江水暖壓仙枝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但是我們要對定 我剛剛講的 我說IT產業 其實第一季已經落底了 第一季已經落底了 但是這也不表示說 我剛剛講的 也就跟梁院長一樣 我不是說今年經濟成長 或者各行各業的東西 除了少數幾個產業以外 會比去年會有正成長 我不是並不同意 這樣子那麼樂觀 也沒有樂觀到那個程度 當然是不是到 這個要回到2006年的水準 要多久時間 這個我是 也許我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基本上 我還是也是同意 是一個優行的 就是這個只是 IT產業是第一季落底了 可是別的產業 整體的可能是第二季落底 這跟梁院長 但是我要講的是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裡面 我比較從一個比較的看法 就是台灣今天跟韓國 跟其他國家 如果這個全世界金融海嘯 是個大災難 臨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能夠承受的壓力 要相對於別人來講 我們是要比他們好一點 這樣講 但是我也 我沒有 我並不否認 今天大家都在觀察 美國這樣子用外匯去買 收這個資金的 買公債的做法 還有美國有 大家很擔心 美國的卡債的風波 會不會來臨 如果再來 就等於再來一次風暴 還有歐洲 尤其東歐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那這些問題 確實 在那3分之2的 主要的這個市場的經濟 還沒有恢復的時候 我們不能 沒有辦法 很充分的樂觀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大家來講 在這樣一個不景氣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講 就是我們不要萬字匪 我把自己看得太便 我這個統計數字 這個統計 各方面的統計 我們不管從 經常收支上 上GDP的比例 台灣是在這個位置上 這是世界風險的排名 它的風險的排名 我當中有跳過去的 就是一些歐洲國家 我們不把它放進去 再來就是這些都是跟我們相近的國家 短債占外匯存體的比例 你看韓國為什麼它貶值那麼厲害 它占了多少 台灣是多少 台灣是26 26% 它是102% 所以是它大幅度貶值的結果 韓元 我要在這裡特別提醒 韓元從去年貶34 今年又貶了24 當然我們看到說台灣現在又恢復升值了 在3月2號的時候貶的時候 大家也是覺得說好像一片的悲觀 其實那個時候相對來講 別的國家來講 我們還是貶的少的 還有再來看這個銀行販款 跟這個存款的 占這個存款的比例比重 比例來講 你可以看韓國是超過百分之百的 超過百分之三 那台灣的情況是87% 那這些 0.87 0.87就是87 那這些東西來講就是我們整體的金融的風險 對 第三安全的 第三安全的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只是看悲觀的一面 因為這個整個大的環境來了 我們有什麼辦法 不是我們能夠成了 就像剛剛講 台灣過去最大的問題 大家在批評的就是說 台灣外銷的出口的依存度太高 這是事實 我拿個數字告訴各位 1999年的時候 台灣的外銷依存度是48% 那算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在這以前都在50%以上 但是到了2004年63.4 到了今年是74.1 所以有人講說 這個是兩岸政策造成的 我告訴你這是趨勢 從48到去年是 2007年是73 那這個時候 大家從來都沒有檢討過 我們外出口依存度這麼高 今天當然在金融海峽一來的時候 整個全世界的貿易都萎縮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受到最大的蹤跡 沒錯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不去檢討 這個方面的這些東西 那麼當然再一個來講 過去幾年當中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篇社論 講到說 在過去10年當中 我們禁營的國家 政府公共投資佔GDP的比例 都在10%以上 台灣最高的是1999年5.4% 然後後來都在3到4之間 那這些問題就是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今天去講 現在好不好 我覺得還不如說 我們更積極的想 我們要怎麼樣的來脫離 早一點脫離這個困境 沒錯這個才是最重要 好像把自己嚇到這件事 綁塞那邊 嚇自己嚇自己 我們家裡發生事情以後 大家怪來怪去 你不好我不好 那大家信心都沒有了 不過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現在說實在 各種資訊都跟我們講說 至少不用比第一季更悲觀 至少這個是 就是不用那麼悲觀 但是的確有很多隱憂在 包括說歐美市場 東歐市場 它可能會有一些更重要的未爆彈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在這樣子一個情形下 包括我們的政府 現在該採取什麼樣的 短中期的策略 院長 就是說現在在整個局勢 說實在有一點詭譎的情形的時候 政府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跟策略 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很重要 但是也不太容易答的一個題目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最近看 我首先這個先 今天因為時間也不多 我先講一個小部分 就是說這個心態的問題 上個禮拜好像 那個CBS的這個60分鐘 這個專訪的這個Ben Bernanke 那Ben Bernanke是第一位 這個聯準會的這個主席 現任的狀態之下 接受這個媒體的這種訪問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Ben Bernanke他 他最大的一個用意 他就是要把他的這個政策 想辦法把它讓這個全體美國人民知道 然後他勇於面對那樣的一種狀況 你政府你今天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那當然你要想辦法 要有那個Ben Bernanke那種氣魄 當然Ben Bernanke有他的那個專業 大家會信服他所講的 我特別是在這個那個60分鐘裡面 我覺得他就是在善用這個媒體 其中一個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在裡面就跟記者談 然後他就故意講說 他是非常痛恨去救這個那個AIG的 他用這樣這個非常非常生氣的 這樣的一個字眼出來 但是他舉了一個 就是說這個政府的官員 他必須要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專業 而且有溝通的一個能力 他舉了一個例子非常好 他說這個就好像你這個鄰居 因為美國這個房子很多都是木造的 他說你鄰居失火了 你要不要去救 是不是先救了之後再來想辦法 就是說之後這個管線怎麼拉等等之類的東西 當然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政府就是說 他因為事實上推出來的政策很多 我常做一個比喻 今天我們到街上去問很多人 三十年前的那麼偉大的一個公共投資計畫 十大建設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打出來 有一條高速公路 還有這個什麼東西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去街上隨便問一個人 什麼叫愛台十二大建設 我相信答得出來的人不多 我們剩十秒最重要就是說 政府官員真的要出來在第一線 好好跟民眾說明一下你到底要怎麼做 你預期會有什麼效果 不過我們遇到最大困難就是 官員通通都不上媒體 他很擔心 他很擔心他講錯被大家誤 謝謝